大家好 这是我之前扦插的三角梅 这个三角梅呢 现在已经长了非常多的根 根已经长得非常旺 芽呢 也长得非常多 那我就准备要给它进行移栽 但是移栽前呢 我们要做多一件事 那就是先把它仰状 给它撕两次撞苗肥 为什么要撕撞苗肥呢 因为像这种扦插苗的植株 一般抗性比较差 植株呢 也比较弱 如果直接移栽啊 后期呢 可能成活率相对会比较低 所以呢 给它撕一撕撞苗肥 先让植株的根系 还有整个植株啊 相对老化一点 抗性强了 我们再来移栽成活率才能够大大提高 那么这个撞苗肥呢 我们直接使用磷酸二青甲 这种高磷甲肥就可以了 因为高磷甲肥呢 它是可以让植株养得壮 而且呢 还能够促进它的根系和枝叶的老化 我们稀释1000倍 大概5到7天给它喷丝一次 一般喷丝两次就足够了 不能够吃的太多 而且这种高磷甲肥呢 它里面还充足的磷元素 可以吸到一定的触根效果 喷尸了两次撞苗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在一个适当的时机 给三角梅移栽了 好了 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